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把身上的肉给骗起来 剁不剁不就包成了人肉包子 包成人肉包子之后 弄两个盘 高个筐里边 让孙二娘 先到孙美娘的坟上 给她上坟祭典 另外呢 她又跨了一小筐 弄一筐包子 弄个手机这么一盖 上县城里边她去卖 这就是转过天来的事 转过天来她要去卖 她老伴就拦着她 说你这何必呢 她已经死了 给她女儿报了仇了 这就得了吧 不 我得去 我得让她爹知道 她儿子让我杀了 我年轻的时候 办事就这样 我向来是办事 不藏着不盖着 得罪的人让她知道 我是谁 我这回还这样 她儿子当初 不是曾经跟我这女儿说过吗 你们这卖人肉吗 卖人肉我也买 她不要买我女儿的人肉吗 最终 我女儿真死在她手里头 这回啊 我让她爹吃她儿子的人肉 老太太怎么劝也不行 这孙元都急了一样 一顿眼督着一轮胳 我老太太轮到旁边 这孙元挂着筐 就进了县城 进了县城 专门逮那个县城县太爷 那衙门的后院 门口那转友 喊狗肉包子 狗肉包子 他喊狗肉包子 偏感是这假事啊 昨儿回来之后 一找少爷没回来 再往哪去 自个儿也不知道了 老爷跟太太就一劲追问他 假事也没辙 今天呢 假事一冲来 一瞅见 这老头 他认识他 因为他们上这饭馆吃饭呢 这个老头啊 跑外 有时候这个老头啊 出出进进的 他吵过几回面 他一说这老头 哎 我说你这个老头 你不是那个桃林村饭馆 这不老头吗 啊 是啊 哎 你看见我们公子没有 你们公子 哎呦 昨天好像去了 后来又走了 我就不知道了 哎 你吃包子吧 哎 我这是狗肉馅的包子 可特别香啊 这是我们那个饭店专门卖的 哎 给现在爷带一盘去 我白送 那现在爷也尝尝 啊 啊 啊 那个 你这包子 您不是尝过我们那去吗 哎 您是尝客人 我这个包子 我奉送了一包 哎 这小子 这小子听奉送不花钱 高兴了 哎 那好 那那那那那 就来两包 弄两包包子 他滴了屋去了 滴了屋去之后啊 他心想 我先尝尝 我看看这个包子 味怎么样 真要好的话呢 我就给现在爷送一包去 让他尝尝 狗肉包子 还真没吃过 听说有牛肉的 羊肉的 猪肉的 没听说狗肉包包子的 他拿着包子 刚就来了一口 品了品味 没吃出是什么肉来 狗肉 狗肉是这味吗 他吃着吃着 这事情该周败露 他就在这包子馅里边 吃出那么几根毛来 这几根毛啊 还带着一个黑物 是半喇黑物 这半喇黑物 正在脸上那块肉 他一看着这几根毛 这小子当时 吓得头发 跟着就炸去了 仔细地研究了半天 没错 这不是我们少爷 脸上那屋子上 长的毛吗 他跟那少爷 那是耳鬓思磨 成天形影不离 他少爷长什么模样 他记得是非常清楚 哎呦 这可了不得了 这小子陌生就往外面找 找这老头 一看那老头没了 转过身来拿着包子 就到前面找现在爷去 跟这个亲娘县令一见面 把这包子给亲娘县令一看 亲娘县令一瞧 了不得了 肯定 这是我儿子死了 这小子竟然把我的儿子的肉剁成了馅 包成了包子 上我们家门口来卖 这简直是欺货太神 马上下命令上桃林村给我抓人 他这派抓人 那山叶子孙元 一看他把那包子滴了走了之后 陌生的工夫就回了桃林村 回到桃林村之后 山叶子孙元 就跟自个的老伴 跟孙儿娘说 收拾东西 你们给我搬家 快走 老太太说怎么的了 孙元是我包子卖的 包子卖完了 下一步怎么着 我都知道 你们快走 那你呢 甭管我 我这条老命 我喝给他们了 开始老太太想不走 这个孙元眼珠子一瞪 那是鸡皮去 老太太也知道 这位 这是陆林英雄出身 说一般 让走就走吧 马上把屋里边 值钱的东西 什么玩意都收拾好了之后 跟孙儿娘娘两个 匆匆忙忙 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跟左邻右舍 匆匆的告了告别 孙元说 你们都甭管了 走吧 娘俩走 娘俩全脚走 不大的工夫 官府中的人就来了 来了就把孙元带上 带着孙元就到了县衙门 到了衙门的大堂之上 这县衙爷一声堂就问孙元 说听说你卖的是狗肉包子 对 我卖的是狗肉包子 你卖的狗肉包子是在哪弄的狗 我打死的狗 哦 是一条什么狗 是一条小狗 还有一条老狗 我还没打死 打死了一块脉 这县衙爷一听 当时就已经一问他 你说这老狗是谁 老狗就是老狗 县衙爷你还不知道吗 那个小狗啊 就是你儿子 老狗就是你 孙元 这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 他这大堂之上 那是暴孝公堂啊 这桶闹他 相官一听 吩咐一声给我打 闷倒了就打 重则四十百 是掐奸在狱 压到南京 压到建坊里边了 这边呢 孙二娘跟他母亲 娘儿两个 这一逃跑一切 跑到孟州地界 大树十字坡 跑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在大树十字坡 这个地方 买了一处房子 就是现在他们开店 开酒馆的这处房子 买完了之后 孙二娘 跟娘一和结 说咱们在这 不能无以为业呀 还开酒店吧 我爹就开酒店的 于是前边就又开酒店 在附近村子里边 雇两个伙计 在这开着酒店 就打听自己父亲的消息 不敢明面出去打听 背地呢 派人去打听 后来呀 他们的老邻居 有打陶林村那边过来 给孙二娘送信 说家里边老爷子 压到监房里后 基本就疯了 在监房里头 疯魔 到处乱撞 最后是歼蔽而亡 老爷子词 尸身哪 让县里边 用一顶炉席 卷着 给埋起来 埋到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你们如果要的话 我们把这个尸身 给您运过来 孙二娘跟自个儿的母亲 一说 老太太是放生痛苦 不管怎么说呀 那是我的老头子 我得把他的尸手拉过来 老太太出钱 告诉自个儿的老邻居 夜半三更天 把老爷子那个尸手 有打埋在那坟地里边 起出来 买了一口棺果桩的里头 用一辆大车 给拉过来 拉到这儿 给高高的 起了一座坟 把老爷子孙缘 埋在这儿 这老太太呀 天天上那个坟地前面 去哭去 想自个儿的老头啊 觉得自个儿的老头 死的是太惨了 基本上就等于是 跟着自个儿的大女儿去 老太太由于 几率成病 天天想念自己的丈夫 没用多久 这老太太也病了 老太太一病倒在床上 就不起来了 宋二娘呢 自个儿一个姑娘 织成了这个家业 宋二娘就给请先生 班大夫 给老太太看病 这病啊 虽然吃过药 但是 每一矿愈下 越来越重 老太太病在吹病 这天老太太 就把宋二娘叫到跟前 孩子 恐怕娘啊 不能陪你了 我自己觉得 不行了 娘要是把这眼闭上啊 就有一件事不放心 你这么大个姑娘啊 连个男人还没有 我没看着我女婿什么样 所以说娘一听 娘啊 您可别那么悲伤 我告诉你 您不想看女婿吗 不要听 当我上大街上给您拽一个来 让您瞧瞧 哎呀 疯丫头 静说疯话 那个女婿是随便上大街上拽一个来就行的吗 啊 你得找一个好人品 好心眼的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不能舒心呐 娘 您甭着急 我给您找去 啊 您哪 也死不了 我呀 给您请大夫给您看病 孙长娘嘴里边说 这是给母亲宽亲门吃 实际上她心里边也有数 自己的母亲病很重 说不定哪一天 这老太太就瞒了 孙长娘心想 怎么办呢 她心里边着急 表面沉静 偏感这一天 前面这个酒馆里边呢 就来了个年轻的小伙子 二多岁 细高高 明媚大眼的 长得挺漂亮 小伙子进来之后 吃饭 五间进来吃午饭 吃午饭的功夫 这天就变了 下起大雨来 瓢泼大雨一个点 下的 这大道人跟河一样 滑滑水之躺 这小伙子吃完了饭之后 一看这门啊 出不去了 小伙子就在这个饭馆里边坐着 孙长娘瞅这小伙子 说看来你也走不了了 一直到天黑 这雨还不停 小伙子说这怎么办呢 已经有电了 孙长娘说我们家呀 后边有两间闲房 原来是准备要开店的 可是一直没开 今天这么一个特殊情况 我看就这样吧 从你这开始 我们这店就算开张了 你呢 就住在我们后屋 那闲房里头 小伙子一听 好 要这样的话 我得谢谢您 孙长娘 让那小伙子就住在他们后边的闲房里头了 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 孙长娘到那屋 听那小伙子那屋里没有动静 也没起来 孙长娘就让这伙计进屋瞧瞧 有个小伙计进去一看 转成出来了 说告诉你姑娘 这小伙子大概够呛了 定了 孙长娘进屋一瞧 这小伙子倒在床上 什么话也不说 拿手一摸这脑袋 好家伙 烫手 用现在的话说 起码高烧四十度 都烧得昏迷了 倒在那边闭着眼睛 咱那嘴里不直说胡话 说的什么也听不清楚 孙长娘一看这个怎么办 孙长娘别敢长得丑 但是心地很善明 孙长娘 马上就给他找大夫 到这儿给他耗脉 给他抓药 让他吃 这小伙子 其实就是昨天晚上 下大雨 骤人天气一变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没关窗户 中了风 中感冒 几副药下去 年轻了 体质好 缓过来了 小伙子病好了 这就是三四天过去 病好了之后 这小伙子起来 一听说自己 在这个后屋里边 病这样 是这姑娘 胎人给花钱 请了的大夫 使自己能够病体痊愈 对这姑娘 是一片感激之情 这小伙子就跟孙长娘说 说你看我 我得谢谢你 这就 真是 您这是我救命之恩 也许要没有您的话 兴趣我就死了 孙长娘说 别说这磕他话 我这个人呢 就讲就实际的 我问你 你想谢谢我 怎么谢吧 小伙子一听 小伙子说 那怎么谢 我跟你说 我这身上啊 有点钱 还真不多 我跟你掏个石底 我身上就还有一两 二钱银子 再就还有半罐钱 您要是要的话 我愿意把这些钱都给您 可是这些钱都给您 您对我是救命之恩哪 这也不算报答呀 嗨 孙长娘说 你以为我喜欢你那俩钱啊 我这个人呢 对钱看的并不重 我们家里面也不缺钱 我现在问你 怎么谢我的话呀 我是有想法 我问你 你是哪的人 我呀 是这个直立恩州清和县的 你姓什么 我姓张 叫什么 我叫张青 你这要上哪去 我呀 是上孟州投亲的 上孟州投亲的 我们那个亲戚搬家了 投亲不遇 我想再找个朋友 想磨个差事 这不走到你这吃顿午饭 就困到这了吗 家里还有什么人 家里父母双亡 什么人都没有了 兄弟姐妹呢 兄弟姐妹也没有 我们家三辈单纯 独根独苗 娶媳妇了吗 我这个人 穷得这样 我哪娶得起媳妇了 没有媳妇 没婆子给说亲了没有 定亲了吗 哎呀 谁给我说亲呢 我就光顾一个 哦 那么你为什么不娶呢 为什么不娶 人家看不上我呀 要是我看上你呢 啊 这张青当时一听就愣了 他妈没有想到这个 蹦出这么一句了 你 你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 我这个人不会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跟着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 就从里面吞棒子 知出知弱 你说 要是我看上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吧 我这个人呢 心眼好 赶着吧 丑点 哎 所以说一般人要向我丑的 我也不嫁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 啊 你要觉得能行的话呢 你就点头答应 你要觉得不行 哎 你就甭说话了 咱就两拉倒 你走你的 我还开我的买卖 全当我们素不相识 行不行 看这个宋二娘 看 办事 立作 干净立作 碎 弄得张青一听 你 你说 你说什么 你 你刚才说 你说你挺丑啊 哎 这我倒没看出来 嘿 宋二娘一听 张先生们一说 咱俩有缘分 别人都说我丑 你没看出来 那就说明你看出来 是不是 张青说 那那 那这个 这好 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说你答应了 看上我了 愿意让我给你做媳妇 我可跟你说句话 什么话 我跟你交个底 我这个人呢 可是背着一条人命 害怕不害怕 什么人命 苏绿苗 就把他怎么杀死 假的那少爷的事 跟他说了一遍 整个说完了之后 怎么样 你要觉得胆小怕事 怕将来官府抓我 你 你就嗨走你的 咱俩就不定这门亲 这个 我一点都不怕 我跟您说 宋二娘啊 我也给您交个底 我呀 也背着一条人命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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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